文化和兵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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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開始,我們是一個開始 我們希望將來,明年、後年 我們可以做得更大 讓現在讀的學院知道我們都很珍惜 我們跟你們的關係甚至的友誼 我是想真心多謝學院 因為一直以來學院都給了我們很多機會 我可以說學院是改變了我人生的整個軌跡 因為我對科學的熱誠和在這方面的天賦 都是從學院發掘出來的 上到大學上莊也好或者玩不同的課學活動 大家都要把握這個機會 因為上到大學是最好的時候 去試一些不同的新的活動 試一些不同的新的東西 最重要就是要善用大學給你的資源 因為如果你真的想在學科有進展 如果你想跟老師聊天 你想做研究或者什麼 是有很多很多的機會是要自己把握 你需要對自己做一個負責任 當然你可以去做錯的選擇 人生就是try and error 但你必須要想清楚自己真正想做什麼 大學生和中學生有一個分別 大學生和中學生有一個分別 就是大學的界線通常是18歲 其實是一個對自己負責任的界線 當你步入了社會 當你升讀了大學的時候 其實你就是要為自己負責 這就是中學生和大學生其中一個很大的分別 中學生是否不用負責呢 其實不是 不過你可能你的家長 你的監護人 為你負責了好一大部分 每個人失敗的經歷 障礙或者挑戰 都是有意義和價值 我們的價值是取決於自己的 不是取決於別人標籤我們 或者一些成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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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